前几期我们讲到赤壁之战后 孙权带着自己的一朝骨干迁往莫陵 改莫陵为剑业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并依托长江天险 在石头山上筑起石头城 用它作为保卫金师剑业的资本 然而令孙权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自己引以为傲的石头城 坚挺了不到七十年 就成为了别人的庆功厂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的雅松精灵 听肖雅为您讲述 东吴最后的战役 刘善投降 收取西蜀后 司马炎称帝 以晋代位 并举全国之力 向东吴发起了最后的战争 企图一统华夏 由大将军王骏率领的晋军 从巴蜀顺着长江东下 节节胜利势无破竹 很快就要杀到石头城下 而东吴这边呢 连年的政治斗争 加上皇帝孙号的昏庸暴虐 已经是大杀江青 在这生死从亡之际 东吴奈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他们用铁锁横结江面 丢做了许多的铁锥 暗藏在江中 以便刺破船舰 使敌人不能前进 守着长江 过日子过了一辈子的东吴 你可以说他不懂打仗 但是你不能说他不懂长江 铁锁横江这招 称得上是最后得挣扎了 可是进军王俊也是名将议员呢 他见招拆招 令人造了许多的竹筏 让熟悉水性的人架着竹筏 在前面开路 遇到水中的铁锥 就将铁锥拉走 此外 王俊还派人制作火把 里面灌上麻油 一包江面的铁锁就点燃火把 铁锁被火熔断后 大军的船只便通行无碍了 正如刘雨昕西塞山淮谷一诗中所说 王俊楼船下一周 精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翔帆出石头 吴末的天气四年 王俊所率的舟师抵达石头城下 孙昊自知大势已去 不愿殊死挣扎 便做了最后的保命博弈 他反绑双手 抬着棺材 来到了西晋军前 诚恳地请求投降 耻辱地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同时也宣告 东吴52年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西晋实现了华夏大地的统一 令人唏嘘的是 晋武帝司马炎 虽然接受了孙昊的投降 并好好地安抚了他 但正如他爹司马昭 对待后主刘善一样 司马炎也十分恶趣味地 给孙昊封了一个 闺命红 闺命闺命 其实就是投降的意思 都说刘善是 扶不起的阿斗 可是人比人气死人呢 孙昊这个闺命红 更是重量级的存在 不仅爵位比刘善的安乐宫低 叫起来屈辱感 也是古往今来的独一份了 历史 他赋予了多少人荣耀 就带给了多少人烦恼 我是萧雅 雅松精灵 一起聊一聊 有关南京的那些风雅往事 我们下期再见